好吃嗎? 好吃 就隨便今天來個陌生的開發 來分享在地面 那今天這一間 坦白說走路隨便看的 所以你這樣 那我等個十分鐘之後我們再介紹好了 這樣可以嗎? 真的嗎? 那這一間坦白說 可能都沒有拿任何免費 你看 沒有業配喔 完全沒業配 因為這邊啊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大家都講越南話 所以我們就比手畫腳 點了就是在地他們比較常吃的美食 那這間店啊 比較常吃的 比較很多人來吃的就是這幾樣 那生意超好的 我們廢話不多說 先看我們十分鐘 然後我們再來吃飯 上地在吃了烤肉飯 然後他們就是路邊烤肉飯 還有加上汽車廢氣的 好不好 我們先幫他們把肉夾掉了 你先吃 試一下配菜看好不好吃啊 對不對 因為男人在外面吃飯通常沒有筷子 尤其是吃這種 就是韓子飯 他們的高級 對對對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 三色蛋 這個是三色蛋 那這個是什麼 然後鮮蛋 那這個是什麼 在你生活比較久的 應該是 豆皮 豬肉 豬皮 豬皮然後豬碎肉 豬皮還有豬碎肉 然後就去炒 好吃嗎 好吃 我覺得還不錯 沒什麼味道 它味道比較淡 可是 口感很好 然後變成人在吃 他們在吃這個的時候都會加魚露 他們都會加一點魚露在飯上面 麻煩一半 對 加一點魚露 加一點魚露 我看你這樣吃我肚子也餓 很好吃 很好吃 那請問肉好吃嗎 我還沒吃到 我還沒吃到 來來來 我先餵你 來來來來 小心一點 好吃嗎 好吃 但是它的醬是甜的 沒有辣味 然後有一點點鹹 可是很香 台南口味 所以偏甜 真的是偏甜 那一人吃完一塊肉 那剩下全部都不會混 欸欸欸欸 真的生活不好 雞 在越南的雞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不是全份 我先試吃一個看看 有骨頭的我比較不愛 所以 我吃小一塊的就好了 這個有要沾醬嗎 基本上就是沒有 直接吃這個 我吃看看好 有辣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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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辣 這個肉稍微烤了有點久 比較 有點柴 不過因為它這個 全部都是用烤的 所以味道還蠻棒 我個人的一貫準則 吃肉就是要喝啤酒 味道不夠柴的點 味道不夠柴的點 那介紹一下控肉 這個控肉跟蛋 也是他們自己當地很愛吃的 那我椰子滷肉 椰子滷肉是不是 那我先吃一下湯是不是椰子 我吃不出來 我吃不出來 我可以吃一下肉 可是好不好吃 重點是好不好吃 湯汁我覺得不錯 那因為在台灣啊 我還蠻喜歡吃礦肉的 可是我是喜歡吃那種 半肥半肉的 它今天這個瘦肉比較多 我比較不喜歡 那我先吃看看它這個肥肉 跟礦肉 它的肥肉 肥很膩 沒有可以 肉的話我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就是 它的肉不是說不好吃 但是還沒有說味道很徹底 但是吃起來我覺得嫩 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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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們現在吃完飯現在下雨 我只能很可難這樣子撐著 這個是 小編T的包包 我就將就點用了 那這個地方就是 在我的對面它是一個教堂 這邊這個就是烤肉的地方 非常的香 如果下次有機會 你們可以來這邊試吃 好不好 你知道嗎 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後小鈴鐺一定要開喔 我們下次見 我拍一下豬 這上面的 這是碎米飯 碎米飯 碎米飯 越南人 為什麼會吃碎米飯 因為 它這個都不是完整的顆粒 因為 越南以前就是 很多戰爭嘛 那 很多戰爭 尤其是在 日本有短暫同事過越南 大概五年 就是二戰情節 那 因為他們的米 全部都被日本強增走 全部都被強 所以他們 完全沒有理解 你們吃一些 打完苦之後 剩下來的碎米飯 那 這個我們另外再 再拍一個視頻 跟大家講解 但是 那你還跟人家講那麼多 叫人家會多 不是啊 還是要講一下 對不對 碎米飯其實 大家 如果有到 外地 華人區 因為在歐美 他們其實華人區 有時候會跟 越南人區混在一起 你們在那邊的華人 的越南餐館 就會吃到碎米飯 很多很多的碎米飯 那這個其實 這次真的是很當地 很當地 越南人在吃的 烤肉飯 就這樣囉 我們繼續吃飯囉 肚子很餓 還可以講話 講那麼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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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